各位大家好 我今天要介绍的是如何拿这个单眼相机 在电脑上面做直播的这个注意事项 这个我为什么特别拿出来讲单眼相机跟一般的摄影机有什么不一样 主要是因为单眼相机 跟摄影机有不一样的地方有三点 我们先讲第一点 就是说第一点就是说单眼相机他的 他的影像 就是说你看到这个这是单眼 这是canon的相机你看到 比如说他看到这样子 他上面会有出现这什么什么对焦资讯啊 这些的那么你 在你的电脑里面也会 产生也会产生 那那摄影机内话不一样 虽然你在上面看到的是 虽然你在摄影机上面看到的是这样子 你看一下啊 是这样子有这些资讯 比如有这些资讯 可是呢他在电脑上呈现出来是干净的 那我们要怎么做测试 很简单你就是把你的这一只东西 把你的单眼相机的这个 这个HDMI 这里有HDMI 把它拉出来 那一般的什么尼控啊单眼啊 或者是canon单眼早期是 所谓的mini的HDMI 那现在不一样 把它拉出来 你看 你就是把它去接电视 你看我这个影片 看我这个 这个 YouTube这上面这么有链接 怎么测试你可以看一下 简单说 你把这个去接到你的电视去 好电视出现什么 就是直播什么 你看这个影片 好有没有看到 有没有看到 你看我们这个刚才那个影片他就是 单眼相机还有出现那些那个 对焦的资讯 所以他也会产生 那这是单眼相机的特性 那你反光我们看这个摄影机类 你再看一下这个影片 先把它插上去 哦 有没有看到 有没有看到的画面 刚刚看完这影片之后你会发现说他 有一个他就是他没有出现 他没有他就是出现干干净净的 所以我们这名词做clean的GPMI跟没有clean的GPMI差异 通常这种摄影机类出来会出来 出来的是clean的GPMI 这种单眼相机出来的不是clean的GPMI 所以你要去喘罢从你的 相机去做设定设定成你能接受的画面 好你怎么去设定就是那个 OSD的按键 看向到怎样的地方 你就能够接受能接受不能接受 那只能用摄影机的 好这是刚才讲的第一件事情单眼相机 那个的那个 没有出现clean的GPMI的第一件事情 第二件事情单眼相机还有第二个问题就是说 他大部分的单眼相机 只有影影像没有声音 那你要怎么测试 你就是去你的接到你电视去看 电视有出现嗡嗡嗡嗡嗡的声音 表示你的 这个 相机有出现是有收音的功能 那你女人说没有啊我这相机里面不是那个什么3.5的那个洞 可以插这种啊 这种东西这种麦克风啊 对 你录影的时候是有声音 可是在live的HDMI出来的时候是不一定会有声音的 通常我测试过大部分的单眼相机 只有影像没有声音 包含什么sony的 6400那些都是 反正你定义成相机类的东西 基本上都是只有影像 没有声音 有少数例外的那不管怎样你就是接电视就对 电视有产生回音声音 那么直播就会有回有声音的收收音就对了好 通常这种摄影机类就会有声音又回音的声音了 你看看这影片 你有听到那个嗡嗡的声音吗对不对 通常是这样子的好这是第二件事情 我们要讲的第二件事情就是单眼相机要注意的事情 第三件事情就是说 关于待机的部分 通常啊这种相机的待机只能待机30分钟 如果超过30分钟他就自己关掉了那怎么办 你关掉到30分钟的时候你要自己把它压一压稍微用那个快门半压一下 他就会醒来了 那通常这摄影机类他这边有限制几分钟 这是用到你电池没有为止 可是你可以你可以边使用边充电啊没有关系 所以这边有个边使用边充电也可以用 那通常所以这种东西的话可以待机就是无穷想失就对了 这个只有30分钟 所以你要去稍微压一下 好 那这是我们刚才讲的单眼相机要注意的地方 我们现在实际要用这个电脑 这是他华硕电脑 拿实际点接这个 相机 Kanon的相机做直播给大家看一下 好 你在做直播之前我还是要耳提面命的讲一下说 我现在是华硕电脑 那你用的你要第一个一定要有线网络 你没有有线网络怎么办 你去路边他买一个这个USB转 以太网络转USB的这个东西 把它接进来 一定要有线网络 因为你要做稳定的直播嘛 把它接进来 再来呢 那你或者说 老师那你那个刚刚你不是说相机没有声音吗 那相机没有声音 没关系 你去准备这台 你去准备 你的声音你可以由这个 notebook去收 notebook去收我再会讲 或者是你去准备一条这个相机用的这个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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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麦克风 我再会跟你讲这怎么选 反正等下一定OBS直播 我们在OBS实现一定会有声音就对了 然后再来我们刚才讲到说你第一个你要使用有线网络 那再来就是说 用那个 还是准备一次截取卡 那我们公司卖的是这一支 我建议你华硕电脑是用这一支Fable169的截取卡 我建议华硕电脑是用这一支啊 为什么因为华硕电脑他的那个 主晶片他的主晶他的那个USB的那个 后的后时的晶片是用他们自己指公司 那叫 我又不指名道姓 反正就是 这么多华硕的品牌系列就是有几 就是有比较中低级就是会用那个品 就那个晶片啊那晶片就是 他的稳定度相容度就是没有那么好了那 当然如果高阶他一定是用好一点的NEC那些的那 不管了反正就是 反正你看到华硕电脑就要小心一点了那 你就用那个 你就买我这一支 这一支在华硕电脑会相对稳定 那如果你还要更稳定一点怎么办 好 你要更稳定一点就是看你的华硕电脑有个 那个Type-C的接头 你去买个Type-C的OTG的线 Type-C的OTG 这条就Type-C的OTG怎么接 你就 这一头就是 这头是Type-C嘛对不对 这头是Type-C 啊这头是一般的你就把它接进来 接进来 那就接到电脑的Type-C 这又会更稳定一点 好 那如果你的电脑没有 Type-COTG的话怎么办 那没关系 你可以去买一支这个小米的USB3.0的HUB 你就让隔山打扭 好 我是说 如果你今天在华硕电脑遇到一些问题的时候 你可以多 你还有两个工具可以用啊 一个是Type-C的OTG线 一个是USB3.0的HUB 这个是小米的很便宜啊 230多块而已 你就多穿一下 不要让大家直接去碰华硕电脑的 晶片将会比较好一点 好 那我们来实际接给大家看一下 好这是华硕电脑 那首先我刚才讲的说 第一步有线网路嘛 有线网路接进去 然后呢 因为我要收一麦克风 那我今天要讲的是外接麦克风 外接麦克风要怎么接 这种是相机的那个麦克风 注意看他头 有几环 一环两环三环 我们看一下 123 有两环 一个两环 所以我有三个金属 一个两两个三个 三个金属 好三个金属 然后你去买一个这个 USB的音效卡 然后这边有一个所谓的这个 耳机跟麦克风 所以他这个音效卡有包含的就是 耳机耳机就是扬声器 然后麦克风 麦克风就是要接这个 你就把它接进来 这样子 这样子接进来 然后呢 接到你的那个 电脑里面 这是我用USB HUB接说 因为动不太多 接进来 接进来 然后呢这个 刚才讲那个我们3.0的截取卡这一支 你就把它接进来 那我就是接一支 多穿一个隔三打牛了 我接一个这个小米的 HUB 然后再接接电脑 好 然后呢 你的相机的HDMI的头 这个是相机 然后呢把它接进来 我这个是canon的 canon 500d 把它接进来 好接进来 然后呢把它接到你的截取卡里面去 好 这时候把它打开电源 开电源 好 那我们仔细在obs实验给大家看一下啊 好 好首先你就 你看已经插入了那个 刚刚你已经插入了那个那个 音效卡嘛对不对 好 好那你插入的时候你要记得 去往那个 这边有右下角这边你点一下 有没有看一个喇叭这边 有没有看个喇叭 啊 有这个你看滑鼠的地方 然后按滑鼠右键有一个叫做 开启 音讯程式 然后按这个系统 好 然后再按这个录音 先把播放 播放把这个USB把它砍掉 因为我们刚才就是把 把它停停止 那个是喇叭 就是我那个USB的那个那个小盒子的那个装置的那个 他会从那个耳机麦工做你把它 干掉 他就跳到你原本的那个notebook的那个那个麦克的那个喇叭就对了 录制这边话你选择这个 USB audio device 这边 哈喽哈喽 好 这样子 然后我们再点一下点进去 然后你可以把声音调高一点 调高一点 好 按确认这样子好 我们再回来一下给大家看一下 我刚才这样子我刚才有介绍说你要插进去插进去好我刚才 就是说你在电脑要怎样的规格 我刚才讲的是说我们现在已经将这个USB已经插进去都已经完 我们声音部分已经完成了 等下我们去抓这个声音就好了 但是至于这个检取卡的地方我还是要特别耳提面面讲一下 你的电脑 你的相容度的问题 我刚才讲到华硕电脑吗 华硕电脑你 建议你就是直接再多串一条这个type c的走type c进去 或者是走小米你去买那个USB3.0的hub 那个多串一个hub再进电脑 多华硕电脑会比较好一点 好 然后这是讲电脑的部分 还有一个相同部分就是说你的整体的那个规格 我们要走之后USB3.0模式 那么你的电脑一定要是windows10或是mac的电脑加intel的cpu加 USB3.0的dome 这是三个必要条件才是走3.0的那个模式 就对 如果你电脑没有这三个条件的话 那你就要加2.0了 那加2.0怎么办 很简单 这个是截取卡吗对不对 这是截取卡吗 你就多穿一条2.0的线 多穿一条2.0的线 这样子串起来 这样子 多串起来 然后再接进去 他就变2.0了 好 反正很简单就是 我们在相同度在特别讲一下相同度就是说你的 第一个就是 华硕电脑要特别注意 华硕电脑你插上去如果有问题 你就走type c的otl线 或者是走再多穿一个USB3.0的这个小米的这个 hub 不一定小米啦 我是小米要便宜 而且要漂亮 就是200多块就有人搞定 好 那这是讲这个个别电脑的部分 然后讲那个整体系统的 系统的规定 那个部分的话就是你的电脑如果是要走USB3.0模式 一定要服 Windows 10 或者是Mac的笔电 加Intel CPU加USB3.0的电脑的动 这样才可以用 如果没有的话请你多拆了2.0的线 好这是讲相同度的问题 我们大家讲的结束就是两件事情 好我们再继续回到OBS去了 好 刚刚我们已经设定好的这个音效了吗 我还记得我再重新讲一次哦 就是你这边 这边 音效这边 然后再打开程式 然后按系统 因为你刚才是插了那个那个那个东西 但会有播放 播放就是他的他的麦克风 就会从那个小小盒子出来 就是那个 小小的音效卡出来 你把它杠掉 停用掉就对了 然后在这录制这边你就要选的这个预设的这个 5的这个什么USB audio device 这一个 然后音效你可以按两下 你就可以去选 这个 剩一把条大一点 百分之百 好了这样就搞定了 那我们现在进入OBS去做设定 打开OBS 好OBS长这样子 那大家就觉得哇这是什么东西好像恐怖的样子 那其实是不会恐怖了 我把我的头放上面一点点 好 这是不会恐怖了 其实这东西就相当于是 你的主你的主 那个主播了 你看这个 你看那个OBS的 最左下边有个场景吗 你看我滑鼠的地方 我滑鼠在滚 有个场景的地方 场景呢 就是说你可以设定 同时一个时间点 你可以设计 设计成 你在幻想你自己是主播 你是导播 啊前面就是你就是主播张亚琪 啊你要怎么去拍他 啊你现在有很多摄影机 有一只两只三只四只 啊你在直播过 你在在拍摄过程中 或在直播过程中 你可以选择说 我这时候要选择什么角度去照他 譬如说摄影机一 摄影机二摄影机三 好啊我们场景可以设计成 摄影机一摄影机二摄影机三样子 好那我们在直播过程中你可以选择 选来选去选来选去 这样没有问题 好那来源这边呢 就是说 呃 我们来给他选择这个场景 每个场景都有他的内容嘛 这摄影机到底有什么内容 我们要知道了啊 我们大家把他就把那个内容 填进去 等下我们直接操作你就懂了 他这obs你要先记住一句话就是 obs上面黑黑的东西 这上面出现什么就是直播什么 上面出现一只小铃铛 他就直播的小铃铛 上面出一个摄影图片 他就直播个摄影图片 上面出现个logo 他就直播个logo 所以我们等一下就是眼睛看到什么 他就直播什么 就这么简单 好我们实际先操作给大家看一下 我们先设定第一个场景 场景就是先想的是张雅琴的导播 呃的第一只摄影机 张雅琴主播的导播第一只摄影机 第一个场景 我们先设定什么啊 这名字可以改变了 什么场景2场景3 那只是个名字 你可以取的叫做 取你自己知道的名字 你比如滑鼠右键就可以 就可以取的名字啊 这样子 就是呃 我再顶两下 重新命名重新命名啊 我就写那个cameron cameron1好 那这边cameron1有什么内容 第1个 我们这是截取装置吗 视讯装置吗 所以就要看 有个叫截取 视讯截取装置 按下去 你就打 我因为我的麦是169 这打169 video 就随便你取的 他去抓啊抓到了 usb 3.0 好 如果你加到2.0的时候 他就出现是hti 对取usb 2.0 这样子好 还有一种要就是说 你抓到hti 对取usb 3.0 就没有画面 他表示你的相容都不够 反正记得加到2.0 就对了 好 记得拿这边选择置地 然后选择这个解析度 我选1080p 然后这边选30帧 然后选yub这样子好 那我就把这个影像吧 你看有影像了 好 我们刚才说过 这个obs上面 这里黑黑的框框出现什么 就直播什么 你这边可以拉大缩小拉大缩小拉大缩小 有没有看到 可以拉大缩小 你拉到你适当的大小 比如说我要拉成这样的适当大小 他就直播那个适当的大小 好啊你在直播过程中 你也不想看到那些资讯吗 所以你就把 你就稍微把这个拉大一点点 好就这样子 好这样就这样子 你就是把你眼睛看到什么 我就是直播什么 你就把他拉大一点点 好 这样子 好那在你直播过程中 你也要有声音啊 好你就抓这个 截取 这边有个音效输出跟音效输入 要选择截取音效输入 好 截取音效输入呢 你就选 你就选那个那个那个 External Audio Audio 这个是来自于你的PC上面的吗 去抓什么 刚刚那只USB的装置的声音 这样子抓 抓到 好你现在看到哦 第一个场景 我们先看到右下角 这边 第一个场景里面有两个内容 一个就是你的摄影机是你的169的那个 Canon的那个500D这一支 就是这一支 然后有个声音声音就去抓 抓这个这支麦克风 我看已经接到电脑里面了 这支是接电脑 好 然后呢 你在看右边这边有混音器 你把不要的声音都把它杠掉 我哪个是我自己抓的 我的名字叫做ExternalAudioHPC嘛 对不对 那把不要的把它杠掉 只留下刚刚那一个 ExternalAudioPC External USB AudioPC 这个是我自己加的 就加上去了 其他不是的就把它杠掉 你如果没有杠掉会发生什么事 有可能会发生个回音 反正就是这个场景 就是这一个这一支摄影机 这个场景 我们所谓的张晓晶的第一支的摄影机 里面有什么内容 那一支就是Canon 声音是来自于电脑的声音 然后把不要的把它杠掉 这样OK 好 那你要记得去按那个 这边有一个 星星 你可以去做测试 刚刚我名字叫做ExternalAudioPC 这个 通常要delay一下 我们都要delay个200 你可以做实验打开 就是做实验 200 啊然后不行 你打200就发现说 声音还是太快了 通常我们直播的声音都会比较快 通常直播声会比较快 你这个数字越多 就是让声音量压下 不要那么快 啊如果你说这数字200 反正还是有一点点快 没关系再往上加 50位单位 就250 300 300 通常就大概250 200 250 左右啦 啊如果觉得你压下去的时候 发现说声音比较慢 然后就往下 往下减 你就150 这样子 好吧就是你200 或250 基准点 往上加50 往下减50 这样 那我先用200 做实验这样子 好来 你自己做 自己做实验 好你看哦 目前这个camera1里面 你看哦 目前这个camera1里面有影像 影像是这个169这个 有没有看到 他也有声音 啊你 那你说 这个OBS旁边那个斜线怎么办 我刚才讲过了 就只有这个框框 这个框框直播出现什么 就是直播什么 你不用管他外面有什么东西 因为你只要看这个框框 你只要看这个框框 这个 这个实际内容的框框 这框框有出现什么 就是直播什么 这有框框 你外面也就不用管他了 ok好 这是第1个场景 那我们就开始做直播给大家看一下 然后呢 这边有那个设定 我们看一下设定 等一下你要把 我刚才讲说 OBS上面出现什么就是直播什么 那你怎么知道我要做脸书直播吗 那怎么将OBS的画面跟你的脸书 的画面做结合呢 好 所以我们等下这边要贴个金钥 这边有个串流金钥 这边 这边有个FB 就是说 你要贴上这个金钥之后 你的OBS 因为全世界有几十亿的在用FB吗 那谁知道说你这OBS要打到谁的那个账号 所以要靠这个金钥 通关密语就对了 等下我们去找这个通关密语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通关密语 我们等下去贴这个通关密语贴上去 那时候OBS就会 就会自动给到你的那个脸书的账号 那个直播的那个 那个那个那个 粉专或者是个人的 直播的上面去 好 这第1个我们等下去做设定 输出这边要记得 这边选进阶 然后选串流 然后呢 这边的话我有在电脑比较旧 他没有NVIDIA 如果你有NVIDIA new 你就选NVIDIA new 如果没有就就选QSYNC 264 然后最差最差情况才选这个X264 这个是什么意思 这个是指那个 电脑的硬体压缩 好我们来讲一下 电脑他我们现在影像 从 这个截取卡灌到电脑里面去了 啊电脑灌到电脑里面去的时候 电脑要做什么事情他先 将里面处理好的影像 再压缩成264 电脑压缩成264有很多种方法 压缩有有用软体压缩有用硬体压缩 想到哪有用软体压缩 他会浪费很多的CPU资源 他会浪费 所以呢 我们该选的那个QSYNC 264或者是NVIDIA 那个 那个你看一下 我们该选这个QSYNC 好QSYNC这个东西的话就是 他是用电脑的 Intel内建的硬体压缩 这样他就会占用到你的软体的资源了 好 那或者是QSYNC Intel的 或者是那个 NVIDIA 那个是用你的独立显卡去压缩的 也不会 这时候你的CPU使用率 就会降到极致 降到很低 为什么要降 降低一点 CPU使用率对我们OBS来讲是非常非常的重要的 我们希望你的OBS的使用CPU使用率 在操作过程中 你能低于20%会最好 那在 资源有限的情况之下 我们当然是希望用尽方法让CPU使用率大概降低 为什么要降低 降低有两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就是说 你的声音才会稳 才会同步 你该不对啊 你该不是已经调过那个差异了吗 刚刚我们还记不记得差差差那个250那件事情吗 那个是一开始 一开始声音跟影像是会不一样的 一开始声音会比较快 这声音比较快 那我把他弄下来 那你要跑 可是跑久之后 他那个声音还是越纯纯运动越跑越快 为什么越跑越快 当你的CPU使用率很高的时候 他就会越声音就越跑越快 所以我们要想办法降低你的CPU使用率 这是第一件事 做什么要降低 第二件事情 你在做直播过程中 你还要上什么跑马灯 还要上什么去背啊 有的没有543的一些那个 多媒体的功能 这些会浪费你的CPU资源 如果你也先让你的CPU资源 先让他降到最低 你是不是有更多的空间 可以做更多的事情 所以我们要降低CPU使用率 我们希望你的电脑windows的电脑 你讲windows的电脑能够低于20% Mac的电脑能够低于40%会比较好 好 这个是很重要的 好来我们继续看下去 好再来 音效部分就这样选48 影像部分 然后你也做脸书直播吗 你就选12807201280720就好了 这样子好 你还记得吗 我们这边 内内就是那个后场这边 我们都选1280720 我们是做脸书直播吗 我们再看一下 反正你在后台里面看到的解析度全部打1280720 这是做脸书直播 那那你看说不对 那你前台这边不是有一个 那个 那个这边吗在抓的时候你为什么不抓720p呢 这边 为什么不抓720p 我来讲一下这个道理 这个电 这个是我们的电脑我们 电脑obs 他 去抓这只影像的时候你去抓1080p 是有更多的资讯给他做使用 但是他最后出来是720p 不管你 我们可以这样玩 我们要分几件事情讨论就是你电脑 出来是720p 可是你前面可能 输入的可能是 480p或者是480p 所以如果你输入是480p 出来是720p 那就你的画面就是假的 就是他是做scale up 这画面就不好看 那如果说你画面竟然是1080p 摄影机的画面 相机画面竟然是1080p 出来是720p 那你我们那不是有做你看哦 我们这不是有做很多的 截图吗 这边你看这斜线另外都是把它放大吗 其实我把它截掉 我们还是一样有真实的解析度 因为我们的瘦我们的来源够大 所以你去这样做 这样做裁切 这样子是还ok的没有问题 这样子就有多余的 空间 多余的影像的那个解析度 让你的那个后面的OBS 去做一些处理就对了 所以你 我们通常我们是希望我们的前端 你能够解析度抓大一点 然后呢 出来就是 你做联署直播吗 就720p 你再从联署去自己去说 再用OBS去说这样子 好 那当然你电脑如果速度很慢的话 那你就另当别论 你就 你就想办法去降低吗 那降低你就是要 就都东抠西抠了 从 书端就让他省下来 这就另当别论的啦 那你电脑烂的话 你就输入了就选720p 那就没办法了 好啦 继续下去了 我们再看看我们 我们再review一下 我们刚才做了什么事情 我们开始不是都做了这个 这个场景吗 我们说 你现在幻想你自己是 导播啊前面是张亚型摄影机 有一只两只三只 你第一只摄影机叫做camera1 然后呢 这只camera1什么内容呢 就是有这180 169 video 169 video就是这一只 然后我接我的这只 这只检取卡 这只检取卡 好 那这只检取卡 那我们就去抓 我们刚才去抓这个 HDI-USB 3.0 如果说你的电脑是 不是windows 10加intel cpu 这些条件的话 啊请你就降到 再多穿条黑色的线 多穿条黑色的线 多穿条黑色的线在检取卡上面 好 然后因为我这是3.0吗 我去抓3.0 然后去抓1920x1080 然后呢就去选这个YUV 有YUV跟motion这边 你就选YUV 因为这YUV的话就是没有压缩的意思 对电脑会更省cpu 好 然后再来呢继续 然后呢声音的话 我是接这只外接麦克风 在我的这个笔电上面 笔电上面 因为单眼相机 他基本上搭配单眼相机 没有收音功能 所以我收音只能有电脑去收音 所以我就去买了这个 这个USB的那个 那个网路卡 这样子 然后去接上去 然后刚好经过一些设定 好 然后去抓 抓声音 抓声音就是抓这个 这个USB Audio-device 这个 这样子 所以说 我现在在照张雅琴吗 那第一只摄影机我已经搞定了 有声音有影像搞定了 好 那我们再进去 后来我们继续做设定 我们这边有去做声音的设定 就让你声音delay个200秒 200不是200秒200ms 0.2秒 好 那我们再去做 你可以再自己去做微调 因为每台电脑都不太一样 大概就是 用50为单位 就是200 250 这样子去做实验 那设定这边 我们就要这样 输出 串流 你选这个 我刚才讲过了 就是说 你这边要选的是 NVIDIA NVIDIA的 NV或者是QSYNC 26 HP264 这是所谓的硬体压缩 不要用X264 他这种软体 会让你CPU飙高就对 好 然后呢 他就知道 刚刚没有讲的bit rate 你在脸书直播的时候 我们不要只是注意看解析度 他这bit rate很重要 bit rate通常 我们可以选到4000 5000都没关系 啊因为我这个电脑的网 我这边的网 环境网路很烂 我说我选3000就好 你实际你有有线网路是一光四代 你就选高一点啊 这个真的很很少频宽 你就选高一点 你就选6000了 你就选6000 因为我这边烂我就选3000了 好 好这个这个很多人 我们再回头看一下 这个 很多人都对这个解析度造成迷失 说我的解析度是1080p 你像不相信我的720p比你1080p漂亮 如果你1080p的B就选1000 我720p选6000 我的720p会比你1080p漂亮 所以 你不要被解析度迷失给骗了 解析度只是一个大小输出的大小 里面的内容 就像你拍单眼相机 单眼相机不是有所谓的 肉档再配个档 再配个档 那不是有分什么品质高品质中品质低吗 你那个解析度只是你那个照片的大小 你的照片大很大 就我用超级low的那个超级低品质的 跟我用一个没有那么大 但是我用精密度的压缩 你觉得哪会漂亮 我觉得这个就很难比嘛对不对 所以说解析度会造成你的直播影像的好坏 解析度只是其中一个因子 其实还另外一个更重要的因素是这个 这个比率 这个比率很重要 说我们通常要选 你可以选高一点 这样子 领书建议我是选 40005000 啊我这边网络不好 我就选3000 因为这边网络真的不好 好 那 再来这很重要啊来 继续下去然后我们刚才又做什么事情 反正后台看到影像就选1280720 因为我是做脸书直播嘛 好继续下去啊 好我们开始做直播了 我们就先跟脸书做连结了 脸书账号有没有看一下 很久没上脸书了 我们继续看下去 我用做粉专给大家看一下 我做粉专 我用粉专给大家看一下粉专 你到这边 粉专好我用我的粉专 你先到你自己的粉专 然后呢 这边的直播嘛 按直播按钮直播下去 那直播要有两个人在上一个要连接 你就选连接 连接你就选这个 持续性的金钥 持续性 持续性就是说 你的你知道做脸书直播的时候 那个金钥就变在贴来贴去的好 然后你那你知道有security的问题 安全性问题 就是人家知道你的金钥 那么就直播了 啊其实脸书还有一个更 其实还好啦因为 你在做脸书直播一定要看到这个画面 一定要看到这个蓝蓝的画面这个右边蓝左边蓝色又白右边是白色一定要看到这样的画面如果没有看到这样的画面的话 那就没办法 那就没办法就算你打金钥也是没有用我们直接做给大家看一下 你就把这个这边金钥吧就把copy下来 到OBS这边 这不是有串流吗该会选领书那把这贴上去把这贴上去贴上去 就套用 确认 好然后呢就让开始 串流 不是开始 开始串流 开始串流的时候你要注意看 这个OBS的右下角 这边一定要出现绿灯 一定要出现绿灯 如果没有绿灯 表示你哪边有问题了 你的网络有没有问题啊 你千万不要用wifi wifi会容易挂掉 这样子 一定要绿灯哦 或者是你的防火墙还怎样的 趕快叫你们公司MIS 趕快瞧一瞧就对 这个一定要绿灯 这时候你看了你脸书这边画就有画面了好 他就不要很高兴不要拍拍手哦 因为你要记得按这右下角按开始直播 开始直播 这样就是直播了 一定要右下角 一定要右下角这样就直播了 好这样就直播了 那我们再跟你讲一下说直播过程中要注意的事情 你现在你现在是 你现在的身份是导播 你导播你要在电脑叫做导 你把小型的导播机 你在导播小型的导播机的 这个就是你就是你要导播机吗 那你在导播的时候你在电脑 你在做直播出去的时候 你千万不要把声音放出来哦 不要因为声音放出来之后 你这次麦克风就会收到 他就会这样子 就会产生回音了 所以你在这 声音一定不能放出来 你可以用耳机去监听 你插入的耳机去监听 千万不要把声音放出来 不妨会产生回音 另外一件 第二件事就是说 你旁边也有路人家一丙丁嘛 他在看直播 看直播之后也不要把他的手机啦 或者是什么声音把它放出来 因为声音放出来 他还是会传到这支麦克风 一样是会 会有回音就对 这非常重要 好那旁边的在听的人 他可能会累个10秒钟 他慢慢慢慢久了 他还是会有回音的 所以反正就是方圆周围10公尺的地方 你就不要把声音放出来 好 不要放出来 这样子 好这很重要 我们继续看下去 好在直播了吗 那我们再看下去 我们在做直播过程中 你还可以加入很多的一些特异功能吗 你比如说你在增加一个这个图片啊 你可以加什么图片加入你公司的图片 我们来去试试看 你可以选择是png的图片 png的 我们看一下有没有直播素材 直播素材 我们抓几个png了 我抓 不对 png 这必要 我们说这个是我的公司的logo 你就可以想办法请你公司的人 可不可以想要朝美美美边来 去做这个logo 你公司的logo 这样子 好 你现在直播 你现在再回答看看 obs 这个框框出现什么 啊你的直播就直播就出现什么 你看你的直播就出现什么 有没有 当你这个logo要转来转去转来转去转来转去的时候 你看看哦 他就出现他讲就转来转去转来转去给你看 有没有 所以 obs这个框框这个 视线框框出现什么就直播什么 这样子好 那如果说你那我们再介绍一个东西叫做工作式模式 刚才讲说 刚才讲说那个obs上面出现什么就直播什么吗 那我们现在有个多跟大家讲一下有个叫做工作式模式 工作式模式就是说他分裂成两段 右边这一段是真正直播的 那又左边这段是你可以临时在做编排 比如说我觉得这样子移 我觉得logo突然要放到这边比较好 比如说我觉得logo突然放这边比较好 然后这边稍微移 然后就按这个转场 他就转过来了 所以刚刚那个就不会出现 他就只是 这分真的直播出去就是 这个logo直接转过来他就不会 不会有那么不会有那些过程就被他看到了 我再弄一次给你看 像我这样转转的啊 我觉得我觉得放这边比较好 就 转过来右边都出现什么就直播什么 来看一下 好这样子ok好我们去看下去 所以这个叫做工作式模式 那我是不太建议你初学者就是 不太建议初学者先用这东西啊 因为这东西你会乱 你只不过会乱掉 你还是先用这个一般的模式 等到你倒鸟的时候 你再去做你看 30分钟自己关掉 所以呢你用单眼相机就要 记得要再开 每30秒要记得压一下 好这样子 没办法单眼相机就这样子啊 好吧我们继续看下去啊 把我的衣上去啊 那我们在直播过程中 你可不可以加入跑马灯啊 跑马灯那些好你可以增加 你可以新增跑马灯 呃我 我可以介绍个网站好了 这个有个网站 你到我的部落格 有个飞逢的部落格 你这边你看我这边有个连结 这边叫做这个这个 这个 点进去 然后呢这边可以产生你的 他是产生图片的他是产生图片 可是他的图片是png就是去背的 你在那边打一些你要的东西 比如说我随便抓个例子好了我我今天去 我去copy紧断文字好了 好这个 好我们到刚刚那个地方 到这边把这贴上去 好啊自己觉得太丑你要选好你可以选重议题 随便你选 然后呢你觉得logo字不好看你可以选 比如说绿色的啊 红色的 好 然后这框框可以选完那是美工啦 这美工 你把这东西下载下来 下载 下载 我把它放到那个把这个东西这个图片把它放到桌面去 好那我们再去obs去抓 我们要去新增一个图片 其实刚刚的文字他就是个图片啊 新增就是文字他就是图片 确认 去抓你桌面上面的那个刚刚那个图片 这个好这个 好 你就会放在这边了啊这就是你的跑马灯 啊怎么转 好你就看一下这边的滑鼠右键 滤镜 新增 卷动 确认 这样他就会动 太快了 慢一点 好这样子 这就搞定了 所以你的直播过程就会就就有跑马灯了 这样子 我们再看一下这边 啊只不过程中就有跑马灯了啊 那就这样子吧 那还要做什么事好吧我们再做第2个场景给他看 刚才我们讲说我们这是导播嘛 那前面是张亚琴有3只摄影机 那我们去设定好第2只我们在设定到第2 在第2我们在设定第2只 我们就打camera2 那camera2这个camera2不见得一定要摄影机啊 你可以用影片也可以啊你可以放影片都可以 比如说我今天放个影片你可以真的用摄影机你就截取 视讯装置 你再去把我公司的第2只截取卡就可以了嘛 那 我们看一下有其他值得吗 我都砍掉了 我们不要用我们讲摄影机是一个抽象的是一个 狭义的东西啊 其实他不见得上摄影机你可以增加一个图影片也可以 我们新增一个影片给大家看一下 新增一个他的影片叫多媒体 去抓抓抓个影片 去抓我看我桌面有没有影片 好按循环这样子 啊这样就有啊你的你可以再加你自己的那个 这时候声音是来自于他你可以把声音关掉 那加入你自己 原本的声音这样子 原本的你再加入就原本的就不要再加入新的 你就按这个 Eternal Audio PC再加就可以了 这时候你的声音就是跟这个声音是同一个同一件事情的 Eternal 你看Eternal Audio PC Eternal Audio PC 然后你也可以再加你刚刚的多媒体声音 但是你的声音会太大你可以按进阶把这个声音让他降下来一点点 多媒体来你让他声音让他降下来一点才不会盖到你的声音啊 好大概是这样子那这样子嘛对不对啊你这个这个大家大家小一点 反正就是你在做直播之前先前准备要做的 好这样子然后呢你还可以做什么事情 做 做那个那个PIP就是那个化妆化 再加入那个视讯装置加入刚刚那一只 好 随便啦就是这样啊 这就是个PIP 当然我现在讲的这些都比较 美工都比较没有那么漂亮那你要自己去做想办法去做你练起久就知道怎么弄 这个就是这样最基本都是这样的功能所以你在OBS会看到就是这样子 就这样子 好 大概就这个样子吧 那至于说 这个是最标准最标准的 横式直播如果你要看直视直播话请你看我另外一只影片 我等下会把他打到那个 就是会打到这个影片的后半段 你就最后结束你会看去看到那个直视直播 原理一样只是那个解析度稍微调一下而已就这样好 所以我 所以我今天大概跟大家讲一下说我今天做什么事情 我今天是用这个单影相机去做直播 但也要去他不跟一般的这个 摄影机内不太一样那你要怎么去 就是单影相机他几个 有几个毛病 一个就是他不会产生CLEAN的HDMI 还有他没有声音 还有他会30分钟就会挂掉一次 所以呢 你要针对这三年要去做他的修正 那针对于没有声音部分 我用外接摄影机 外接的这东西 然后呢去接这个 这个 我把关掉啊 就是这个外接的这个麦克风去接这个 这个USB的音效卡 然后去然后再用电脑去设定去那个那个 去把它做设定这样子 那 关于30分钟关掉你就是每30分快到30分 就按记得按一下快 这样都没事了 那还有就是 还有我们刚才介绍就是说怎么OBS做设定啊 还有这个相容度问题 相容度再特别讲一下 相容度有两件事情 如果是你是华硕电脑的话 请你记得用Type-C 进电脑会比较好 或者是你用隔三打牛 用一个USB3.0的Hub 去接下进电脑 好就是讲个别的事件 第二件是整个相容度问题 就是 但是你电脑是Windows10加Intel CPU加USB3.0的这个Done的话 你就可以走3.0模式 如果不是的话 请你记得多串一条这条线在捷取卡上面 这样就可以了 大概就是这样吧 我们先简单的做一个介绍 谢谢大家